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温哥华时间6月23日 欢迎您收看本期的娱乐风暴 我是Jennifer 林志玲近日接受了网易娱乐的专访 这也是她在6月6日宣布婚讯后 首次接受媒体访问 谈结当时公开人生大事的心情时 林志玲形容有点复杂 然后开心的笑了起来 我觉得很多时候真的要走到下一个阶段 需要多一点的勇气 所以当下的心情很是复杂 也是很真心的想要和所有朋友们分享 这次前往英国 林志玲的官方行程是参加英国皇家阿斯克特赛马会 这是一场拥有300余年历史的英伦赛马盛事 她作为赛事官方合作伙伴 浪秦表优雅形象大使出席 林志玲说 她理解的歧视精神是歧视自信 冷静 懂得尊重 在跌倒的时候可以爬起再战 在最关键的那一刻以冷静从容的态度去做最正确的决定 这样的精神也给早年有过坠马经历的她提供了一些信念感 她可以映射到很多人生寓意 比喻到人生中最困难的时刻 我们要怎样面对和跨越那个障碍 公布婚讯后 面对的第一个障碍就是舆论的各种声音 因为丈夫黑泽良平是日本人 网络上出现大量林志玲改名黑泽志玲的新闻 林志玲在网易娱乐的采访中非常干脆的回应 没有 同时很走心的说 我的名字蕴含了我的文化 我的成长 还有这个名字有太多大家给予的爱和肯定 这一生都不会改变也没有改变 在过往的曾经林志玲给自己做了很多假法 谈及对婚后生活的期待 她希望生活可以拥有很简单快乐幸福的喜悦 能与相爱的人手牵手在阳光下漫步 未来想要实现的愿望 希望有一天能有一对双胞胎 说完这个愿望 林志玲一边笑着一边反问记者 会不会太直接了 接着她还是忍不住再次分享了自己的期待 希望有一个完整的家庭 有小朋友 林志玲曾经在很多场合提起对爱情的憧憬 对爱的理解 如今如愿走入婚姻的她 面对记者提问的爱情三问 给出了直接的答案 除了感情生活 林志玲情商也是频繁出现的热搜词 多年前 林志玲也曾参加过一个叫花样姐姐的综艺节目 该节目由姐姐和挑夫展开一场前往国外的旅行 林志玲是唯一完整参加三季节目的姐姐 在该节目中收获了很多观众员 当记者问到做到高情商有哪些建议时 她一开始有些拒绝 这怎么好意思 随后她提到了情绪管理 在一个当代生活中已经成为自我管理重要课程的词语 大家常常会讲所谓的情绪管理 我觉得应该是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可以从容面对 遇到情绪低落的时候 我们怎么样可以沉淀一下冷静面对 正视自己的情绪去解决它放下它 很重要的一点是 所有的事情永远都想到下一个人将心比心 合作伙伴在评价林志玲时说 她就是一个把自我修养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的人 对自我的要求认真到极致 不可否认 林志玲已经进入女明星比较担忧的年纪 她看得很透彻 曾有采访问她有没有人在追你 她回答时间在追我 我好像被她追上了 既然追上了不如和她做朋友 如今有了新婚生活 能智慧看待时间的痕迹 采访时从她的脸上可以感觉到那种简单的幸福 当被问到婚后是否调整生活重心 甚至定居日本 她大笑暂时不会 除非你们抛弃我 进入6月以来 娱乐圈口味是好事连连 志玲姐姐关心结婚 张若云 唐一新被报婚讯 连日版江植树古川雄辉也宣布和圈外女友结婚 并且升级当爸爸 近日网上又有爆料说 王立坤和林更新定做了婚纱 婚鞋 中式礼服和迎宾礼服 并且选好了名牌的婚戒和首饰 疑似这两位也要准备结婚了 不过很快林更新方面工作人员否认了结婚的传闻 称消息不属实 而且林更新粉丝也指出 其实这种爆料几个月之前就出现过 是林更新的黑粉造谣 其实早在今年3月份 林更新在接受采访时就明确回应了婚姻的话题 当年在《步步惊心》中 共同出演王爷们的几个兄弟 吴奇隆 郑嘉颖 袁红 这几年都纷纷结婚生娃 迈向了人生的另一个阶段 而林更新却还在围城之外 所以记者就问什么时候 才可以吃到林更新的喜糖 林更新的回复是 这些哥哥们也是现在才有了宝宝 所以请大家再给他多一点时间 让他再寻找一下 眼下之一就是他还年轻 而且目前还没有结婚的对象 需要找一下 所以所谓的结婚 根本就是子虚乌有呢 而且在情人节当天 林更新发的微博也显示他在单身状态 这是不是暗指已经和王立坤分手了呢 今年三月份 林更新还在直播中告诉粉丝 接下来他即将进组拍摄新剧 方方面面的消息综合来看 林更新目前单身 并且上午结婚的计划 喜欢林更新和王立坤的CP粉 恐怕是要失望了 说起来 这两人的感情经历也是一波三折 跌宕起伏 2017年林更新被拍到和王立坤一同驱车去看房 还一起吃宵夜 此后两人的感情状态就一直备受外界关注 虽然两位从未出面公开说明 但从很多细节都可以看出 他们的恋情十分稳定 哪怕微博上毫无互动 也逃不了记者的镜头 屡次被拍约会 与高原院夫妇一同旅游 以及疑似夜宿对方家中 使用同款手机壳 后来林更新在接受采访时也没有否认 所以这一波接着一波的细节 围观者心里基本也明白了 与此同时 网上还有各种不知真假的所谓报料 去年还有网友称拍到林更新和王立坤两人一同逛家具店 服装简单朴素 似乎在为筹备新房做准备 甚至还有所谓的网友报料说 林更新和王立坤的婚房都准备好了 当时他们房子正在整理花园 怎么看都是快要结婚的节奏 不过林更新工作室对于网络上爆出来的结婚传闻 也发出了严正声明 及时进行了否认 两人在一起差不多两年的时间 不仅没有结婚的动静 却屡屡传出已经分手的消息 网络上八卦号爆料称 两人迟迟不结婚让王立坤也很头疼 他为了讨好林妇林母的欢心花了不少心思 不过林更新的父母对王立坤有很多不满意的地方 父母作为知识分子很看重女方的品性 希望儿媳妇温柔又涵养 另外王立坤的年龄也被报不得两位长辈的欢心 他刚入行的时候曾经接受媒体的采访 报道中明确提到他12岁靠近异校 5年后毕业 这样算来他是1981年出生 比林更新大7岁呢 然而王立坤的个人资料显示 他是1985年出生 只比林更新大3岁 实际情况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但年龄这个点也被报让林更新的父母难以接受 据说两人还因父母的原因分分合合很多次 虽然现在这个社会姐弟恋已经司空见惯 但是如果两个人的婚姻得不到长辈的同意和祝福 彼此也很难义无反顾的走下去吧 最近娱乐圈真的是好事连连啊 不少明星大腕都已经公开了自己的婚讯 受到了网友和粉丝们的祝福 而就在今天又有知情人士爆料称 马上又要有一对新人举行婚礼了 那就是唐一新和张若云 根据知情人提供的资讯 张若云和唐一新将会在6月26日至27日 在爱尔兰举办婚礼 而伴娘名单中已经确定了送茜 更有趣的是就在前天 唐一新还拍摄了一组非常唯美的婚纱照片 这个敏感的时刻放出这样的照片 更是让大家展开了联想 毕竟在现如今的娱乐圈 唐一新和张若云也算是感情非常稳定的一对了 走入婚姻生活也算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据悉双方父母已经在唐一新和张若云 民政局登记领证那一天见面了 只不过当时工作人员并没有对此事进行任何的回复 而且由于唐一新和张若云都是知名艺人 需要一段时间来处理自己的工作 现如今也快一年时间过去了 这个时候举办婚礼也算是水到渠成 其实身主娱乐圈风波总是免不了 特别是对明星情侣来说更是如此 因为一个不小心这段感情就很有可能以分手而告终 不论是景田还是张继科 亦或是坎青子和纪凌晨 马思纯和欧豪 杨子和秦俊杰都分手了 很多网友当时纷纷表示 如果唐一新张若云也分手 就不相信爱情了 只不过唐一新和张若云也是受到了诸多的挑战 但是小两口最后也是都克服过去了 也算是一起经历过大风大浪了 此前唐一新录节目的时候 就暴露了她和张若云已经同居 唐一新出境的地方就是张若云的家中 当然对于情侣们来说这都不是什么问题 只不过在节目曝光的时候 就已经有人在网上爆出两人要结婚的猛料了 更有意思的是在最新的照片中 唐一新居然也留起了长发 估计大家都知道唐一新一直都是以短发造型示人 这次忽然悄悄地留起长发肯定是另有目的 正所谓女为悦己者容 难不成唐一新已经做好了当新娘的准备了吗 其实在娱乐圈公开的情侣真的是不多了 除了陆寒和关小彤之外 也算得上是唐一新和张若云了 从行程上来看 两人最近一段时间都有空闲 估计马上就会传来他们俩的好消息了吧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娱乐风暴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是Jennifer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